這門課程的話大概有一些重點 我稍微說明一下 總共這次課程名稱 那本來我取的名稱是這個 可是學校一定要把它改成中文的 裡面就看起來 我不知道 其實原來是這個 後來改成這個 那我們這個課程大概會分成幾個單元 我大概會 其實主要分成五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 各類函數就剛剛講的 像REPT、LEN 後面會講到如何制定函數 你解決一個問題 不是只能有一個答案 你要想哪一個方法比較有效率 再來的話 我們會講到一些高階函數 再來就是入字聚集 什麼叫入字聚集 這也是以SEO的特色 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入字的 他錄製的話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這叫入字聚集 但是那個錄製下來的 這個其實也是VBA的程式 所以其實你錄下來的東西也可以再做編修 其他的話像網路爬蟲、樞紐分析 還有像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這是我們課程的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這是我的潛力 其實你要找到我的相關資料 其實倒也不困難 你如果Google打一下 吳老師教學 應該第一個頁 裡面應該有一半以上的連結 都是我的連結 第一個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第三個就是我的教學論壇 OK 所以你們待會兒也可以Google看看 然後呢 另外的話我在網路上其實經常分享一些教學性的文章 之前其實也沒有特別為什麼要寫 反正就只是想寫就寫把它分享出來 另外的話呢 也有放蠻多影片在YouTube上面 OK 然後目前的訂閱人數是大概三萬四、三萬五吧 OK 人數不多啦 不過看起來也不算少的 因為要破萬的訂閱人數其實也不那麼簡單 我發現好像 而且性別差異蠻大的 我發現女生比較正的 哇馬上一下破萬了 男生長得很帥 很有型心 好像再怎麼樣幾千個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你們可以 我不知道你們應該有看 我再仔細看一下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OK 不過不重要啦 那我的頻道裡面呢 主要是放上課的相關教學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相關的其他東西有興趣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OK 不訂也沒關係 訂的不一定要加分啦 不過可能會加分 這個當然 只是 因為我們上課有個平常互動成績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你的平常成績佔20% 要能夠拿高一點分數 大概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讓我認識你 就是你要跟我互動 我要知道你是誰吧 不然我不知道你是誰的話 當然給的分數就比較低一點點 那我要怎麼知道你是誰 當然跟你做的座位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如果做的 離我越近分數越高 OK 當然也不是說你做後面分數就太低啦 但是盡量讓我知道你是誰就OK 因為你如果做比較前面 我比較知道說其實你有認真在上課 或者你有跟我互動之類的 那平常成績佔20% 然後作業成績 所以每一次上課基本上都會有個作業 那作業佔20% 另外就期中跟期末佔30% 加起來剛好100% 所以你們total100分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希望拿高分的話 大概就在這幾個地方 你就是再多多用一點心思吧 不過你不要突然全部的人都跑到前面來 OK不用啦 好吧 我在想說要不要固定一個座位 就是固定座位比較好知道說你們 所以之後看看要不要你們就固定坐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再請你們學姐做一個座位表 你們幫她填一下 因為你們之後應該也會做固定位置吧 這樣我也比較知道誰是誰 以後我就拿那個 不然每次大家這邊一下坐這邊 這邊一下坐這邊 我每次都不太記得誰是誰 要打分數的話我怕會打得不是那麼精確啦 因為我其實還蠻強調那個 你有幾分努力打幾分分數 我是希望盡量客觀一點 不是說隨便亂打的 所以你們的成績我誤求 一定要是比較公正的 好那再來的話是相關我的資歷 其實剛好跟各位講過 就是我的 其實我很早就已經斜槓了 因為我最早 我畢業的時候其實應該去當國文老師的 但是我對教國文好像後來發現沒有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跑去寫程式 當那個軟體工程師 我發現好像寫程式好像比較是我 但不是說我討厭國文 而是我覺得好像我應該要多學一點技能 是能夠在工作上能夠得到比較高的效率 尤其是做學術研究的時候 尤其像中文文獻資料 幾千年文化的東西累積下來 實在太龐大了 那如果說我不用電腦來處理的話 我永遠處理不了那麼多的龐大資料庫 所以因為那時候 所以我跑去業界 實際上是希望回來再做文學相關的研究 那也很早以前就跨欲了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其實我剛開始我是覺得應該做就做 應該學就學 我沒有覺得說我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你為什麼那麼早就去 就是就跑去寫程式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要做 OK 可能是我這樣想 但我後來發現並不是說 每個人都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OK 那另外的話我在業界 其實也滿長的時間 那因為上個學期 應那個學校邀請 希望回來母校貢獻一點點 就是實際經驗 實務經驗 所以我想說義無反顧 因為其他學校也有邀請 但我想一想 好像之前母校就毅然決然的 回來稍微跟各位分享一點點的經驗 你當然可以幫我當學長就好了 這樣比較親切一點 OK 實際上我也是有這種想法 因為我在二十幾年前也是坐在底下 突然間站在台上 感覺好像有特別的不同的感覺 OK 是不是感覺好像自己變老了 雖然我看起來沒有那麼老 但 大家沒有反應 實際上也虛長各位沒有幾歲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分享一些經驗 當然 因為上學期這個課程 就被教育部有一個叫推動大學的 城市設計計劃 這個計畫邀請 然後去分享 所以上個學期上課的東西 居然能夠到台上就講 上位這個是我 OK 看得出來吧 因為現在要戴口罩 其實我應該要戴口罩 可是我想說我們距離有1.5公尺 我就保持社交距離 OK 所以大家見諒一下 那大家能得到一些獎項 這個不是很重要的 像一些單位拿一些 另外我覺得我有個特色 因為那時候 因為非本科系 所以努力的考證照 也是要證明說自己有相關 這個能力的一些 所以我目前有三億幾張證照 其中的話 最近考過了有兩張是 Python相關證照 然後有一張是Power BI的證照 原廠證照 其他洋洋沙沙沙 大概這些東西 這是我的頻道 OK 另外的話 參考用書 你們就自己到圖書館裡面找找 或者是到外面 我是建議 如果你對Excel 是相關不太熟的話 我是建議有空的話 可以拿這相關書起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特別推薦這本書 主要是因為它這個叫 職場函數468招 意思說它裡面有468個範例 都是實際上的案例 那你要如何 這個案例的話 要用哪些函數來解決 那個問題的方法 OK 不過這本書 我是覺得有點不足 就是它沒有提到VBA 它沒有寫程式 它全部都用Excel的函數 那有些地方 可能如果要用函數來解決 還是力有未代 我是覺得最後 可能還是寫程式的效率是最好的 所以 那為什麼你想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不乾脆就教程式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功力 能夠馬上吸收 所以我們可以漸進的 也許我們階段性的先了解 什麼叫Excel的函數 OK 然後再了解 什麼叫Excel VBA的程式設計 OK 那其他還有這些 像 這個超圖解 Excel VBA 這個是翻譯的 這是從一個日本的作者 翻譯過來的書籍 那底下還有這個什麼 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不過這本書我同學看過之後發現 它翻完之後發現 這心得剛好跟書名顛倒 Excel VBA一點都不簡單 OK 那當然它的重點就是 一鍵搞定所有的工作報表 那當然還有這些 OK 那其他的話 目前未來的趨勢 大概我們可以概括 用ABCDEF 當成說明 比較好瞭解 A的話 我覺得你至少要瞭解 什麼叫AI 所以你如果對現在AI 什麼叫AI 這個關鍵字不熟悉的話 也許你可以稍微花一點時間去瞭解 因為未來AI會 對整個未來的整個產業 會有很大的一個 算是什麼 這個 這個 改變 OK 很多東西如果加上AI之後的話 其實 就會有很多的不一樣 再來還有大數據 比如大數據分析 其他還有像雲端 雲端像我們現在用的 雲端運算 其他還有像人臉辨識等等的 像電動車 另外的話 還有像什麼呢 所謂的Fintech 金融科技 像現在商學院的同學 也被逼著一定要學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學這些東西的話 可能未來在職場上面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 我們這個課程 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所有東西基本上無子化 所有東西都放在雲端上面 另外的話 我會全程上課錄影下來 所以如果你對於 有些地方不太熟悉的話 將來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影片說明 除了說影片之外 我跟各位講一下 上一期上課的影片 我有把它放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預習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叫教學論壇 我每一次上課 會把這個影片放在教學論壇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回去再複習的話 請你自行再加入到這個論壇 那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點擊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要求加入群組 你就填寫你的學號跟你的姓名 然後就按加入這個群組 那我會把你加進來 如果是上… 因為我這個社群等於是不公開的 只有上課的同學才可以看到這種… 那裡面的話 我會把上一期上課總共有17次的課程放到這裡 所以回去的話 如果你想要預習的話 尤其你是選你那個程度是入門的 可能你功率比較不夠的同學 我是強烈建議 你可能花一點時間先預習一下 那這裡的話 點擊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從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上課連結在這裡 裡面的話就大概上這些東西 我們有int、len 這樣我還沒講到 還有if、mid、left、if 這些都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這個YouTube的清單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把你比較不熟的部分先預習一下 因為我怕我們的上課時間只有兩學分 其實說兩學分 真的能夠上的東西實在是非常有限 那現在學校在推就是16加2 本來18週 那加2的話是說 有兩週就不用來上課 直接線上教學就好了 OK 也就是說 那我現在是給你們16加17 因為這有17週的上課的影片 也就是說你們回去的話 可能要自己把這個影片 上一期上課的影片可以先預習一下 不然的話我怕有些同學會容易跟不上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這個有個清單 第一次在這裡 第二次以此類推 總共的話會有17上課 那17次上課的話 後面就會越講越比較進階的 裡面還包含圖表 還包含什麼書流分析表 那還包含什麼網路爬蟲 所以如果你對後面的東西 如果想要先知道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也許你可以先看過 到也無妨 OK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是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底下有個教學論壇 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回到我們剛剛這個Excel部分 那所以除了REPD之外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LEN 那LEN的話你把它往上捲動 比如說我要算這個身份字號裡面 到底有哪一些是錯誤的 那第一個當然你要先去算裡面有幾個字 身份字號應該有幾個字呢 10個嘛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 選擇文字類函數的LEN函數 所以LEN找到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一個問題 TEST TEST是你的字在哪裡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那你給它之後的話 它會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帶過來之後 那你會發現前後有雙引號 有沒有 幫你算完 從H算到4 總共10個字 那你們會發現喔 有沒有 我是建議啊 一定要特別小心 雙引號 沒有雙引號 有雙引號是文字 沒雙引號是數字 OK 所以它跟你講 回來的東西 就跟你講說 有10個字 它絕對不會是有10個前後雙引號 絕對不會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裡面的話 那就是10個字 是對的 那可是問題喔 有些是11個字那怎麼辦 這是表示錯誤的 所以如果 是否正確好了 如果我希望在旁邊 判斷邏輯的話 順便講一下 插入函數 你可以再利用什麼 邏輯 文字底下的邏輯 邏輯裡面if 這個最常用到的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裡面的字數 假如是等於10個字的話 所以本來是這個 這個則是這個 等於10的話 如果這個邏輯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是什麼 輸入一個yes 你先打一個y好了 反之說no 反之打一個n好了 yes或no 按確定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最後的判斷結果 所以喔 這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len 再做邏輯判斷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吧 另外的話呢 待會也試試看 這個比較簡單 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看一下下面這一道題 性別 性別怎麼判斷 身分字號的第幾碼 是性別呢 應該知道吧 身分字號的2碼 對不對 如果是1的話呢 那就是男生 2的話呢 是女生 所以喔 我們用什麼方式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字先提取出來 然後判斷呢 他如果是等於1的話 那就是幫我輸入男生 如果不是1的話 那就輸入女生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